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缩图啦尺寸 还有其他外部的处理完之后再把图片放进来之外 来在图片里点了它后啊 Dreamweaver里面它有多了这一条编辑工具列 这条编辑工具列就可以去针对这张图片 不离开 应该说不用在外面做完之后重新插入 我直接就在Dreamweaver里面呼叫其他的相关的影片的 照片的编辑工具 然后去编修它 那当然就是PS啦 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几颗按钮 首先最边边这两颗比较简单 第三个是重新取样我们刚刚教过了 所以这是亮度跟对比还有锐利 所以你要让这张图片变得比较亮 你就可以去选这一颗亮度对比 但一样做完这是永久执行的 你看这样 好对比色那个毛就比较明显一点 确定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隔壁这个是锐利度 确定锐利化 加了那种颗粒比较重的感觉 颗粒比较重的感觉 好所以后面这三个刚刚讲的 来裁切 这一颗是裁切 那这个可以按掉好不好 就要一直出现 裁切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是什么 这样我也知道这样的图片 空白处点一下 再一次没踩到 等一下哦 OK吗 你就可以去裁掉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裁切的工具这一颗 先框啦 框完之后按一下裁切 它就裁掉了 听到哈先框 好调完就再裁切好 隔壁的话呢这一个 这是更新的原市长比我们重新取样就没有了 然后编辑影像的设定这里 它的品质啊 锐利度啊效果啊等等之类的 你可以 这有点类似压缩的意思啊 影像最佳化 你可以去选择更适合它的 然后再去处理 这个图片的品质 就可以再做一些些微性的微调 而且哈 好完成后呢最后一个 就是第一颗PS 你点了它之后 它会把这一张图片 带到Photoshop里面 在Photoshop里面编完之后再回来 所以有类似那个无缝接轨的概念 我可以把图档丢到这个地方来 要等它一下下 怎么那么久 我这图很小耶 还给我变性 我可以不要理它吗 擦擦很掉 再回去 这么慢 各位不要用哦 又慢又难用 还要它活着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下方这一行 知道一下下 不如就直接到那边编完 再放进来好了 Photoshop这个部分 好来所以这个位置的功能 这样听得懂哦 这些都是内建的 跟影像处理有相关的部分 好所以照片的部分 大概知道一下 语法要记得哦 就是这一行 就是这一行 所以这些功能设定 跟语法是无关的 因为它是功能的部分 OK 好 亮度对比 那几个可以试试看看 可以调整一下下 嗯 嗯 嗯